这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跟志伟闹别扭了 为什么 我们对未来的生活 产生了一些分歧 都这么晚了 天天会带着孩子去哪儿啊 是啊 你手机都没带 你给文静打电话了吗 打了 他说不知道 喂 喂 喂 方浩 是我 婷婷去你那儿了吗 快快快 我知道了 你先陪婷婷说会儿话 稍后我再跟你联系 好 志伟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刚刚有点不愉快吧 美哥 你气不停停了 说什么呢 我怎么气不停停呢 你要是没气不停停 他干嘛大半夜的离家出走啊 是 我是跟他说我回香港的事儿 婷婷是因为这件事生气的 他会我之前没跟他商量 回香港 你不是才回来吗 是这样的 赵先生 希望志伟搬回香港去工作 搬回香港 那婷婷怎么说啊 她不想走了 那你怎么说 我跟她招式说 我说我回香港人早晚的事儿 麦克 你这个脑子是豆腐做的呀 啊 婷婷身在这儿 长在这儿 她所有的朋友都在这儿 她怎么会舍得去香港呢 你用后脑勺想想都知道了 再说了 你那什么香港话 她也听不懂 她也学不会 你让她一个人在那儿带孩子 那不是瞎了吗 娜娜 这事儿不能怪志伟 妈 你就是这样护着媳妇的 赵先生一个人在香港 我们也不放心啊 那也该是你去不是婷婷去啊 我要留下来照顾你 闹了半天 是我挨着婷婷了 没事儿 我回压场就行了 不是那样 娜娜娜 跟你没关系 是公司要 娜娜 你听我说 志伟回香港 是她爹地和公司的双重需要 我又不能永远地站着志伟吧 再说了 她长期离开她爹地 也该回去 尽见儿子的义务 你这样说 我听得懂 可是你们谁为婷婷想过了 婷婷该怎么办 婷婷和志伟是夫妻 而且她们还有一个孩子 她们的未来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和赵先生 当然愿意考虑婷婷的感受 如果她要是愿意留在青港的话 我们也没意见 但是这样下去的话 她们俩还能长久吗 听你这么说 那我就明白了 是婷婷小气了 她不认识她 不认识她 她最近就很敏感 很敏感 很容易发脾气 女人刚生完孩子 情绪都会有波动 你要理解 没错 可能是我们更耐心吧 好了 不说了 志伟 我们去一趟 你要让她去哪儿了 接婷婷啊 妈 你这脑子也不灵了 你带麦克去 婷婷能回来吗 那 要不我先去一趟 你去还不如我去呢 你是婆婆 你又不能骂她 好歹我也是她姐 我骂完了她 我还能揉一揉 我先走了 我给你当回司机 走 娜娜 一会儿你见到婷婷的话 帮我道个歉吧 那你求我 娜娜 现在知道嘴甜了 你太晚了 走了走了走了 走 听完你走了 那我先去了 娜娜 嗯 婷婷如果不想回来 你也别着急啊 身体要紧 放心吧 我要是劝不回她了 我就留在这儿 给她当保姆了 等我啊 嗯 娜娜上去了 你们不要跟她提公司撤出的事 婷婷 你挺会躲呀 你怎么来了 大半夜的闹什么里家出走 我的事不用你管 怎么不用我管了 大宝是我外申 他消失了我得报警 报警也轮不上你 是不用我 但是麦克在收拾东西 他没空报 他要走 只许你走不许他走啊 哎呀哎呀哎呀 坐下说坐下说 志伟 他真的要走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吵架的时候怎么不知道 给自己留条后路 他给我留后路了吗 他说去香港就去香港 他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行了行了 我也知道 你是舍不得咱爹是不是 我当然舍不得咱爹了 那咱爹以后要是看大宝 还得去香港 再说了我在香港 一个人都不认识 没朋友可以交嘛 你跟麦克 不是也认识才不到一年嘛 反正 反正他就是喜欢自作主张 是 这个问题我已经敲过他了 又打他 瞧把你给心疼的 我不打打他 他能记得住呀 行了行了行了 他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他呀 他是想带你一起走 哎 哎 听听啊 不是我说你 你也是结了婚 生了孩子的人了 怎么还是不知道轻重啊 当然 你要真想的话 你可以继续留在青岗 继续做你的少奶奶 把你的男人 抓在你的手心里 憋死他 可是总有一天 麦克被你逼急了 肯定是会出去扒了一个的 你别不相信我说的 那呢 我说的不对吗 田田 田田 两个人吵架呢 第一个说对不起的人 并不是认输了 他只是比对方 更加珍惜这份感情 你选择嫁给了志伟 你就选择了一种 和他密切相关的生活 这是婚姻的本质 你再换个角度想啊 这志伟 这一年多来 不是在青岗陪着你 毫无怨言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 也为了志伟 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啊 你疼你爹 麦克也疼他爹 赵先生就麦克 这么一个孩子 你还想把他霸占了呀 不管怎么说 我还在青岗 你把咱那交给我照顾 你还不放心了 你真的选择 你不得了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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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希望 当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在你们身上重演 我明白 我明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志伟 好好照顾婷婷啊 出门带着她 知道啦 拜拜 奶奶 有没有跟杨顺的父母通话呀 别提了 我一想到他们的事啊 晚上都睡不着觉 奶奶 你比我想象中更懂道理 更能辨识 其实杨家人啊 也不是不讲道理的 你既然已经过了门 就应该好好跟他们相处 这次的事情 确实让他们有些伤其自尊 我觉得啊 你应该找个机会 亲自跟他们道个歉 你放心吧 我捅得哭了 我自己补 在聊什么呢 爸在教育我呢 是该好好管一管了 没错 你们甭担心 我有顺子管我呢 拉倒吧 我可管不了你 这家伙 少拿我当挡箭牌啊 是不是一家人啊 又是一家人 才应该实话实说嘛 哎呀 你们看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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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杀天赋啊你 哎哎哎哎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梁阿姨 爸 你们先上吧 好 我们先上吧 那我们先走 快点呢 平平可是走的时候把任务都交给我了 你们到底啥时候给我们个交代呀 哎 对了 爸 这事您得加油啊 就是啊 是吧 梁阿姨 那个啊 哎呀 还那个啥呀 两亲若是长久时 还不结婚待何时 这样 你们明天就去领个结婚证了 我觉得明天行 哎 我带你们去 爸 那个司机都等急了 我先上车了 对对对 躲了 我们走了 走 我们走了 哎 杨阿姨 你得跟我爸说说 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再见啊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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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是三室吗 这一套啊 准确来说您看是两室半 那不行 至少得三室 哎呀 我们家孩子多 经常回来 得给他们留房间 没关系 有 这里边呢都是一些大户型 有三室的 有四室的 您看一下 它离山大院只有一公里左右 平时啊 您走路上班都可以 这套房子卖多少钱 您稍等一下 大概是这个书 那个 我龙山路啊 有一套房子 你能不能 你先给我估个价吗 行 没问题 您稍等一下啊 龙山路的房子 对了 弟妈 辛苦你了 对了 弟妈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来补婷婷这个缺了 不辛苦 这里风风好 事业也宽阔一些 这里风风好 娜娜 还有什么需要的 就告诉我一声啊 谢谢弟妈 那我先下去了 那我先下去了 好 哎呀 好舒服呀 好舒服呀 我睡惯了这大软床 回去看不上凌晨那窝怎么办 那就不回去了 啊 杨顺 这次来打算住几天 呃 后天吧 后天回去他 然后再过来 哦 这样啊 那 那趁你没走之前 陪我去逛逛街 我想给娜娜 买一些东西 好 没问题 好好啊 你别去了 你啊 就在家休息吧 有杨顺陪我就行了 哎呀 最近 这身体真是不如以前了 这个随便搬个房间 都弄得我腰酸腿痛的 要不还是你们去吧 好 那我们走了 哎哎哎 自己歇着吧 知道了 我一直想给娜娜挑一张婴儿床呢 哦 你给参问一下 好 哎 周总 还叫周总呢 不是 叫习惯了改不了口 妈 哎 你看这张怎么样 对 我就说这张 嗯 这个挺好 嗯 可以帮您吗 你帮我们介绍介绍 哎 好的 我们这款婴儿床呢 它比较实用一点 两位可以看一下 这块有两个按钮 哦 这块打开可以挪下去 哦 可以跟母亲的床连在一起 这样很方便夜晚起来哺乳 哦 哦 这挺好的 它有一个最大的功能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哦 它可以就列成一个书桌 这样很方便孩子学习 那什么我们我们先看看 啊 谢谢谢谢 有什么希望您叫我 好的好的好的 杨水 啊 鸭厂课件的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大概其还有一个月就完工了 这段时间 娜娜很需要你的陪伴 你总是不在她身边 其实挺遗憾的 是 多亏了娜娜同情达理 你是不是觉得闲在这儿 有些不务正业啊 其实有点 因为娜娜的事我也帮不上忙 而且鸭厂找别人来管理的话 我有点不放心 杨水 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说 开一个鸭厂真的就是你的报复吗 我还真没考虑过 你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其实你挺有潜力的 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妈 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 干干自己想干的事 把娜娜照顾好 把孩子照顾好 这我就很满足了 是吗 志伟这么一走啊 我又得回公司去打理了 说实话 我其实挺头疼的 志伟不在 我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 公司人才这么多呢 琵琶一个 杨水 你愿意回来帮帮我吗 啊 啊 啊 社会员 这个床我要了 好的 给 没有密码 您稍等一下 嗯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 好好想一想 也为娜娜想想 不是 妈 我 其实我知道 你父母那边 对我有一些意见 我和方浩呢 一直想找个机会 向他们表示歉意 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由你出面 替我邀请他们到清港 来住一段时间 也好缓回一下我们的关系 我打个电话试试吧 好 这个床让他们直接送回去 一会公司我还有点事呢 好 哎 哎 看看 这儿还有个书桌 三家二宝上学都能用 没错 这床买的划算 上中学都能用了 你们家孩子上中学睡这床啊 那 上小学就完了 那我不是给你省钱吗 省钱弄在这什么 你睡一个 来 来 妈 妈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杨顺 喜欢这个床吗 个别喜欢 不错 你挑的很好 是杨顺帮我选的 嗨 妈 你这么累 你还自己开车啊 文静起了几天假 不早说 你让顺子开车送你不就完了吗 哦 那个 杨顺后天就走了 还是让他多陪陪你吧 哎 就是啊 你也该尽尽义务了 啊 哎 那个 娜娜 你们先聊 我把这个婴儿车 推到处创室 哎 小小姐 你跟你父母打电话了吗 哦 嗯 还 还没有 联系好了通知我 好 小心点啊 跟我爸妈联系什么 我想请亲家来住几天 顺便化解一下矛盾 这事是我惹的 要请也该是我请嘛 不用 你在家好好地养身体 哪也别去 什么都不要想 哪也别去 那我不得闷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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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亲家来住几天 顺便化解一下矛盾 嗯 大半夜你开灯了吗 啊 我把电话给我 嗯 哎 不对 你要干嘛 给冬珠打个电话呀 你这大半夜的打什么电话呀 来来来来 书小姐 哎呀 你给我嘛 你你打电话你怎么说呀 我就跟他们道个歉 请他们原谅呗 哎呦 我的姑奶奶 你要有这么简单的话 我不早打了吗 你啥意思啊 你啥意思啊 我就是不想再挨顿骂 就这意思啊 书小姐 只要他们肯挨 挨顿骂也这样 你挨 你挨 哎呀 让我再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哎 哎 别打 不是你 听我听话 他就叫你打 你也不打 我 我 不是 喂 通过你 哎哎哎 妈 顺子 你在哪呢 我在哪 我在 青岗 啊 在青岗呢 这不是娜娜 不是招地 得在这养胎嘛 哈哈 在青岗养胎啊 哎 这不是离医院也是 近 来回方里 啊 也是 哎 招地身体怎么样啊 招地啊 招地挺好的 挺好的 总跟我念叨 特别想 特别想 真的 嗯 那就好 你让招地好好养孙子 得嘞 哎 妈 跟您说件事 就是招地他妈 就是周总 想请你跟我爸来一趟青岗 住几天 顺便 给你们道个歉 您看 您能来吗 哦 哎 孙子你等一下 我跟你爸说一声啊 哎 老头子 顺子说 周总啊 想让咱们去青岗住几天 不去 人家好像有道歉的意思 那也不去 打一巴掌揉三揉 我那么傻 我 你爸他 嗯 妈您不用说了 我这都听见了 没事 您让招地啊 好好养身子就行 你爸这边啊 我再好好劝你呢 甭劝 劝也白劝 行了 就这样了 好好好 那就这样 妈 别逛 喂 妈 招地啊 先别逛 能不能叫爸来 接个电话 我想跟他说几句 好吧 给 招地给你说话呢 你告诉他忙着呢 招地啊 你爸 他不是方便接电话 妈 那个 你把电话开免提 只要爸能听到就行 开什么免提 这不打气 爸 我知道 你在生我妈的气 可 可好是周立琴的女儿 我现在想便也已经来不及了 我跟顺子 之前一直瞒着你 这是我们的不对 请你原谅 再说了 我们这儿也是不得已的 也都是怕你生气 气出病来 可现在情况也不一样了 我已经怀了顺子的孩子 你马上就要做爷爷了 不论我是谁生的 我生的孩子 不都得姓杨吗 你们也不吃亏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吗 不论我是嫩 还是招地儿 我都是你们杨家的 我都得管你们叫爸妈 你们呀 就别再为这事不开心了 算我求你们了 你说句话呀 你跟顺子过日子是你的事 我们跟这个东西没关系啊 爸 我是气过您 我在这儿给您道歉了 我也代替我爸我妈跟你道歉 可是你不能因为我的原因 而让顺子有家不能回啊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 就被你们这样随随便便拆散了 今天我也不跟你多说了 明天啊我给你上门道歉去 你要真有本事 你就把我踢出来 这是跟公公说话的口气吗 怎么着这么个疯丫头啊 行行行 你就这么横吧 我跟你说啊 你哪天把我气死了 你心里就清静了 你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人家给你一个台阶你不下 我看你以后啊 你怎么从这楼上跳下去 我一跳他就下去了 我跟你说啊 咱真是做了件缺德事 是你这儿子缺德谁缺德 我看娜娜是真急了 她要是跑过来啊 咱就窝囊死了 你拉倒吧你 给了个棒水你还真认真了 她就是想来她妈妈能让她来吗 那你说 这事应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 粮办 我跟那个东西没关系 跟媳妇一块忽悠爹娘 这还叫儿子吗这 我早知道这样 就不让她接这个婚我就 行啊别说废话了 赵爹都怀孕三个月了 再说这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咱这当公婆的能不问不问吗 你还想怎么着 八太大叫把她接来 你当你的婆婆是吧 你打住吧你 连小东西都不是你的了你看 怎么不是啊 那生出来照亮信仰 行行行行 人家该怎么走 人家自己心里有数 用不着你操心 行行行 我不管 有本事啊 你去把顺子杀了 别冲我发火 你别跟我提她 全当我没有这么个东西 你真把我给气死 我妈都快给她下跪了 她还不依不饶的 我真想跟她打一架 行了我的姑奶奶 你就别在火上浇油了 这家伙把你能耐的 你还要去哪儿登门道歉 你不会是玩真的吧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乱来 你要是乱来的话 我真给你急你听见没有 好啊 我说气话的 睡觉 这还差不多 老婆 你说咱是生个男孩好 还是女孩好 你播的种 我还得问你呢 那还是生个女孩好 像你这样的 多好啊 不会有什么好的呀 你哪不好啊 母眼又好 心眼又好 关键时刻 还能打抱不平 多好 跟谁学的呀 嘴那么甜 嘿 我说的是实话 我听我妈说 孕妇在怀孕的时候 多看点漂亮人 不要总想着打打杀杀 以后生的孩子也漂亮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传了好几辈了 那能能有错吗 怪不得你想我比你爸好看 那是 可是你们还是找了不少补丁呢 肯定没少的 再说这样话我揍你 来啊使劲揍 我使劲揍 你不做你孙子 走走走走 那我还是当打死你 我给你容了 一边去 我要睡觉了 我不生气了 不要总想着大大傻事 睡觉了 我会睡觉了 我会睡觉 嘿 这次的事情 确实让他们有些伤及处击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机会 亲自跟他们打个气 你在家好好的养身体 哪里可以去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乱来 你要是乱来的话 我真跟你听 你听见没有 你跟顺序过日子 是你的事 我们跟这个东西 没关系啊 死绝缘老头 我得跟你决斗一下 我得跟你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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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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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顺 李宗盛 李宗盛